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们一定要守护我们自己的家 加油 有业者在卓西乡风平溪设置水力发电厂 当地三里部落族人坚持守护家园 24号怀连县政府等单位进行勘查 族人特别递交陈景书 并所持白布条表达强烈抗议 汉卫列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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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要保护我们的家 保护我们的河 我们没有错 这是我的土地 如果远基法不能保护我们 那我们是原住民吗 这是我们的家 我们是很怕我们的自然环境被破坏 我们不是不希望发展 但是我希望是由我们部落来选择 我们部落有权利选择我们要发展什么 而不是财团你就进来 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这边坐 我们就要把河给你 这条河是大家的 是部落的 不是说谁说 不是说地主说了算 也不是说乡公所说了算 希望是大家有个共识 优先水利发电厂开发后将改变山林样貌 并影响居住安全跟生计 5月5号 酌汐乡代表会跟部落族人 也曾向花莲县政府陈勤 因此县府严明处 特别会同相关单位 在20号分别前往中平0到8公里处 电厂厂区 高压变电站等6处 勘承电厂的开发行为 土地住约 使用同意 建造 水土保持等情形 我们按照陈勤民众所关切的 我们有六个线勘点 第一个勘察点是在中平0到8K 我们可能要关心一下 是不是有道路拓宽 高压变电站 隧道整修 设电杆电缆 伐木开发的行为 我们的凤皮基水利计划里面 我们没有把所有的水引作它用 我们没有给工业用水 也没有给自来水 我们的水全部都回到丰平溪 针对監察结果 严明处长表示 将一一检视并查明试用法条 程序 会诊后会请业者向相亲说明报告 原始新闻 发布了花莲周西采访报道